立委席次面临十年调准的关键 中学会依照第七届公式 试算研拟规划2020年 高雄市屏东县的立委席次 各减少一席 新竹县和台南市则是各增加一席 也引发不少南部立委急跳脚 我想高雄的立法委员 跟屏东立法委员都非常愤恨不平 不是单纯只有人口的问题 还要考量到地理区域 以及整体的南北资源的平衡 其实以现在的规则太实版 就是只依人口数一个因素 来衡量选区其实是有瑕疵 像我们的屏东 服务员那么广大 三个变成两个 那以后的立委要服务会更困难 高雄区立委口径一致 高喊不甘让高雄被惩罚 激励反对选区变更 也就是说管碧林的选区南保 现有的第五选区 有齐津古山严城三明西区 和平后第五选区有三明区全区 严城区古山区并到第六选区 齐津区则并到了第八选区 我们没有分任何的选区 没有分任何的派系 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 我们认为这应该要有蔡总统 包括行政院立法院两位院长 甚至包括相当有影响力的 陈居市长 跟我们民进党 已经刚通过初选的陈其邁委员 要有共同的高度来去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之前在考虑到先是合并之后的选区调整 第一次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是思考就是管碧那个选区被拆开 所以跟现在的思考其实都是一样 都是以区域为主而不是因人设施 高雄选区重划被质疑 独厚新系派系利益姿势体大 这关不好好处理年底的选战 民进党想团结更是难上加难 欢迎收看科华米李佳化 台北报道